獲教育局每年資助大約一千萬營運的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最新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搜查 6月已經派發給全港中小學 作為下個學年推行國民教育課程的參考資料 搜查內容提到中國政黨進步無私和團結 你從一個政黨來說 你從它的黨綱來說 這是一個事實 你說它做不做得到 另外一個問題 它現實做不到 那這個就是事實 你可以這樣說 只不過是事實的一部分 它追求的 如果你說它追求的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說你現實上還未做到 那也可以 這個沒問題 如果你說這樣欠缺 我又可以接受 相反對美國的多黨制 就批評為惡鬥 令人民當災 它只不過是知道多些提供一個 資料性的東西 即是在兩黨制度下 可能出現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個題目 那個標題就刺激些 但如果你看回內容 其實只不過是引起一些 如果在兩黨政治 那個情況下 會有一些政黨之間的 會拖慢政府的施政 而三十幾頁的內容中 只有一頁 講到有關國家的負面新聞 包括毒奶粉事件 但就沒有提及有關 兆連海被監禁 港民村大地震視 又未提及到負渣工程 如果你說它不全面 我可以接受這個觀點 即是你認同 但我又不是認同 我可以接受這個 我會跟他們商量 黃君如否認搜查是洗腦工具 如果你說這個是洗腦 我不知道 你說這個是洗腦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那就是洗腦 如果你說洗腦 傳媒的功能給老師大得多 而且這個我們不是直接給學生 這個是給老師的 老師他會有那個判斷 只不過是一個觀點 一個角度 從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 我們都不想我們的老師 全部用負面的角度去看我們中國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在07年成立 董事會成員 包括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行政會議成員鄭耀堂等 黃君如說 多年來 教育局都沒有干預中心運作 和出版刊物的內容 黃君如說 其實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每年都會出版三本類似的刊物 而每一次都會派發給全港的中小學 他強調今次絕對不會回收這本手冊 教育局局長吳克劍就認為 手冊有偏差 欠缺多角度觀點 介紹中國的政制和引用美國的情況 覺得跟我們的原則有些差距 我們希望在多角度 所謂多角度就是 A可以是好可以不好 同樣說B也是可以好可以不好 不可以A只是說好 B就是說不好 他說教育局在出版搜查只是贊助角色 承諾會跟進事件 不過就沒有回應 會不會建議學校拒絕採納國情搜查作為教材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